这个老人只是不小心 撞倒了餐桌上的红酒 就立刻被德国副官拉出去打断了一条腿 凄惨的叫声穿透厚重的门 在餐桌旁围绕着 小男孩惊恐地看着餐桌上的大人 母亲想制止这样的行为 在一旁不断地哀求父亲 可父亲却只是一脸冷漠地吃着牛排 对母亲的祈求无动于衷 小男孩想不通平时和蔼可亲的父亲 现在怎么只是低头不语 晚上他带着泪跑进了姐姐的房间 可已经深受文化洗脑的姐姐却告诉他 那些都是该死的犹太人 都是危险的害虫 小男孩已经不止一次 从姐姐嘴里听到这样的话 而在此之前的姐姐 明明只是个爱玩洋娃娃的小女孩 而这一切的变化 似乎都是从搬家到这里之后开始的 男孩名叫布鲁诺今年八岁 父亲是德国军官 随着父亲的升迁 他们一家也从柏林搬到了乡下 这里的房子比在柏林的大很多 可布鲁诺却觉得 这里像一个大型鸟笼 他被关在里面 失去了高飞的自由 布鲁诺搬到这里后爱上了探险 虽然探险的地方也只有家门的院子这么大 一天他透过房间的窗户 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农场 里面有和他年龄差不多大的小朋友 这让在这一直没朋友的他十分兴奋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 能不能和那里的小朋友一起玩 话还没说完 一个仆人拿着菜颤颤巍巍的走了进来 妈妈的脸上瞬间浮现出尴尬的神色 仆人放下蔬菜后离开时 布鲁诺注意了到他不合尺码的鞋子 还有身上配套的条纹睡衣 他突然想起农场里的人 无论大人小孩 也都穿着一样的条纹睡衣 母亲听到后神色有些异常 而父亲则是和布鲁诺开了个小会 告诉他农场里的人根本不能算人 话说到一半 却被匆匆赶来的妈妈指住 告诉他那里就是普通农场 话虽这么说 可第二天便叫人把窗户封了起来 如此一来 布鲁诺的生活变得更加无趣了 他和自己下棋 在院子里当飞机 终于一天在外面玩时 他看见了那扇一直紧闭的门微微敞开 那一刻他的好奇心再也压制不住 趁着没人注意悄悄走了进去 正想穿过后院时 却被突然出现在窗户边的妈妈 及时制止 一次次强烈地阻止 加重了布鲁诺对后院探险的渴望 他躺在大树下 湛蓝的眼睛望着嫩绿的树叶发呆 接着他看向一旁正在擦车的中卫 十二岁的姐姐情斗初开 正和中卫打得火热 帮忙做一个鞦韆 可中卫却看向一旁的虚弱的仆人 大声呵斥让他过来 仆人迅速蹒跚地朝这边走来 可中卫还是觉得他的速度不够快 仆人立刻加快了脚步 他将布鲁诺带到后院的小仓库 这也是他第一次踏足这里 一直好奇地东张西望着 这也让他顺利地发现了仓库里的小窗户 从这里出去是不是就能到农场了呢 还没等他想明白 仆人就选好了一个轮胎 把他带了出去 这个鞦韆成了布鲁诺 这段时间唯一的娱乐设施 可这时他被农场方向 飘着的鸟鸟黑烟吸引 他想站起来看得更仔细些 却不小心摔了下来 仆人赶紧将他带到厨房包扎伤口 布鲁诺问仆人 留这么多血我会死掉吗 不 怎么会知道 你不是医学 是的 我 你喝了鸡肉 我学习成医学 之前我来到这里 听着布鲁诺调侃的话 仆人抬起眼保寒热泪地看着他 他很想对布鲁诺说点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 对一个孩子说出恶毒的话 德国人即使把他的人生毁灭成这样 他仍带着一丝善意面对世界 正当布鲁诺想继续追问 农场里的生活怎么样时 外出的妈妈回来了 看到布鲁诺腿上被包扎好的伤口时 妈妈下意识地看向了仆人 在得知是仆人帮了布鲁诺时 她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国家之间的事 让他对犹太人心存芥蒂 可面对具体的人 他又没办法真正做到无动于衷 他在内心深处考虑了许久 还是想仆人说了一句谢谢 仆人听到后庭下手里的工作愣了愣神 或许是他太久没有从别人那里受到过尊重了 这天布鲁诺在荡鞦韆时 又一次看到了没有上锁的后门 他想到了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 又想到父母的三间七口 他再次朝着那里走去 见窗边没有妈妈的声音 他快步跑到小仓库 打开窗户翻了过去 就像一只重获自由的鸟 他在林间奔跑跳跃着 阳光在交错的树叶下边的斑驳 就连空气中都是快乐的味道 他跨过木桩穿越小溪 终于来到了他好奇已久的农场边 他看到铁丝网旁边 坐着一个穿条纹睡衣的小男孩 布鲁诺小心翼翼地走向前 对方也很惊讶 这里居然会有别的人来 两人交谈一番后 布鲁诺得知对方名叫施木 和自己一样都是八岁 布鲁诺很羡慕施木 能在这么大的农场里 和这么多朋友一起玩数字游戏 可施木却说那并不是游戏 而是人人都有的编号 还没等他解释完 一声哨响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施木立刻起身 推着小推车网集合地跑去 布鲁诺看着他的背影 很开心自己在这里交到了新朋友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们两个人的八岁是不一样的 之后布鲁诺时不时就会来找施木 两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好 这天他朝着铁丝网扔了一块铁片 没想到铁丝网居然带电 天真的他还以为这是用来防动物的 却不知这个电网 已经将他们两人隔在了两个世界 一面天堂一面地狱 布鲁诺没有多想 继续问着施木自己好奇的事 施木说自己也不知道 见布鲁诺这次又忘记带吃的来 施木很是失望地低下了头 于是布鲁诺邀请施木来自己家吃晚饭 听见施木的话 布鲁诺愣住了 他的父亲是一名德国军官 生长在军人家庭里的他 从小就被灌输了返游思想 这里也根本不是农场而是集中营 他一时不能接受这样的信息 提前结束了对话 匆匆跑回了家 这天上课时他有些心不在焉 新闻老师就连姐姐也在说 犹太人不是好东西 可他脑海里却不断浮现出 施木推着小推车跑远的背影 他想施木应该是犹太人里为数不多的好人 小朋友不懂政治不懂战争 只知道他对我很好 那他应该就是个好人 于是第二天 他偷偷拿了很多糕点 跑去找施木 施木狼吞虎咽地吃着 连吊在衣服上的碎渣都没放过 布鲁诺把球扔了过去 想和施木一起玩 可施木却连忙把球递回去 并告诉他这样很危险 之后哨声再次响起 施木又推着小推车匆匆离开了 布鲁诺回到家后刚好遇到妈妈 远处的烟囱又开始冒起黑烟 妈妈也闻到了那难闻的味道 中卫健壮笑着调侃道 妈妈一开始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没过多久就反应过来 中卫看着妈妈的表情 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事 妈妈看着天上飘着的黑烟 原来那不是什么稻草衣服 而是所有枉死的灵魂 得知真相后的妈妈 立刻崩溃了 他找到丈夫大声质问着他 妈妈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引以为傲的丈夫 居然在做这样泯灭人性的事 而这一幕也恰好被布鲁诺看到 父亲得知是中卫将消息泄露后 在饭桌上不断刁难着中卫 这也是犹太仆人碰巧 不小心打翻了酒杯 中卫立刻暴跳如雷 把仆人拖出餐厅暴打一顿 从此这个仆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也成为了压垮妈妈的 最狠一根稻草 之后布鲁诺再也没见过 神采奕奕的妈妈 有时还会疯疯癫癫地坐在秋千上 释放他作为上有良知的人的无助 几天后布鲁诺居然在家里见到了师母 原来他因为手小而被派来擦杯子 见师母时不时地看向糕点 布鲁诺就主动拿给他一块 两人又想平时那样聊了起来 不巧这时中卫闯了进来 见到这一幕 中卫大声呵斥师母是不是在偷吃 师母被吓坏了 连忙说这是布鲁诺给他吃的 于是中卫转过头问布鲁诺 布鲁诺的答案让中卫非常满意 可他不知道自己的意识懦弱 会把师母害死 羞愧的心情让布鲁诺逃离了厨房 他坐在床上懊恼自己对朋友的背叛 他赶紧跑下楼去找师母 可那里已经没有了师母的身影 在那之后 布鲁诺连着好几天都没在铁丝网前见到师母 他以为自己已经永远失去这个朋友了 这天家里来了很多官兵 他们一起在房间里看纪录片 布鲁诺也顺着柜子爬上去 看到了纪录片里 犹太人和谐宁静的生活景象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带着轻松幸福的笑容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屠杀行为的遮羞布 布鲁诺在看过后 天真的相信了这一切 却忘了自己在铁丝网旁亲眼看见的景象 当父亲和官兵们从房间里走出来时 布鲁诺冲向前去抱住了父亲 原来父亲说的他在做对国家有益的事是真的 父亲摸着儿子的头也觉得很欣慰 骗人骗多了 自己还真的当真了 这一天布鲁诺如往常一样去找师母 终于在铁丝网前看到了垂头丧气的师母 师母听见动静抬起头 脸上多了几道瘀青 布鲁诺知道是自己懦弱的行为 导致师母挨打 他真诚地向师母道歉 希望两人还能做最好的朋友 师母迟疑了片刻点了点头 两人终于握手言和 之后布鲁诺时不时会带着吃的 带着国机向其来找师母 正当他们以为日子 就将这样美好的过下去时 一直承受着心理压力的妈妈 实在是绷不住了 他找到父亲 说要带两个孩子离开 父亲也觉得孩子们的童年 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好 于是决定将母子三人送走 父亲向布鲁诺传达了这个通知 而且告诉他第二天就会出发 布鲁诺纵使再不情愿 也没办法违背大人的决定 出发前他再一次来到铁丝网前 向师母做最后的告别 可师母看起来比自己还要沮丧 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有好几天 没有见到自己的爸爸 为了弥补之前自己的懦弱行为 给师母带来的伤害 布鲁诺决定进入集中营帮 师母找到爸爸 说话间布鲁诺用棍子轻轻一戳 发现铁丝网下面的土居然十分松动 只要带着工具来就能挖开 要是能有衣服可以让我进去就好了 师母立刻说道 这里有好多这样的衣服 我明天可以带过来给你换上 就这样两人制定了 一个天衣无缝地计划 并约定好明天这个时候 一起来实行这个完美计划 第二天 布鲁诺为师母准备了 一个巨大的三明治塞到了裤腰里 举着铁铲穿过树林来到铁丝往前 师母则将两件衣服都穿在身上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衣服带了出来 布鲁诺换上衣服后 用铁铲挖了的洞 钻进了集中营里 与此同时 妈妈终于发现布鲁诺不见了 她焦急地寻找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她来到前门 看到了那扇微微敞开的小门 立刻飞奔过去 却在仓库门前看见了 散落一地的三明治 还有那扇被半打开的窗户 妈妈闯进了父亲的会议室 两人立刻动身前往集中营 而另一边的布鲁诺 已经成功走进里集中营的深处 这里面的场景 和纪录片中的完全不一样 没有笑容 没有娱乐 只有一个个像行事走肉般的人 这不免让她有些害怕 可答应过朋友的是怎么能够反悔 加上曾经对师母的背叛 她不愿意再让师母失望 于是决定跟着师母继续前行 他们来到一个房间 里面拥挤狭小 却满是穿着条纹睡衣的人 师母先走了进去 布鲁诺默默跟在后面 可突然外面传来几声犬吠 屋子里的人全部被赶了出去 布鲁诺和师母也随着人流被赶了出去 他们就这样没有目的地地走着 路上时不时还能听见几声害人的枪声 另一边的父亲 已经在让人撞开后门 天空变得阴沉 不久便下起了大雨 父亲终于撞开了木门 带着军犬和官兵 奔跑在布鲁诺不知道 跑过多少回的树林里 两个男孩挤在人群中 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 布鲁诺还单纯地觉得只是来避避雨 这时一道命令响起 所有人都要脱光衣服 虽然不太明白 但两个男孩还是赵左 父亲终于赶到了集中营外 散落在地上的衣服和洞坑 让他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焦急地冲进集中营内 寻找布鲁诺的身影 母亲和姐姐也在随后赶到 看到地上的衣服后 两人害怕地不敢相信 而此时布鲁诺和师母 光着身子被赶到了另一个房间里 两人害怕地瑟瑟发抖 只能靠握紧彼此的手相互支撑着 房间里的灯光突然熄灭 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突然头顶出现了一道光 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 往下面倒了点不知名粉末后 随即又关上了小窗口 周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 再传来的 只有疯狂敲打大门的声音 痛苦着嘶吼的声音 但很快这些声音都消失了 父亲终于找到了焚尸炉 可此刻一切都已经晚了 父亲的悲鸣让母亲 最后一点希望被打破 他的哭声久久回荡在集中营的上空 这一刻的内罪主义军官父亲 是会因为儿子的离世而停止杀戮 还是将这一切都怪罪到犹太人身上呢 影片的最后 镜头又换到了那扇黑色的大门前 镜头慢慢拉远 数不尽的条纹睡衣浮现在眼前 你有下意识的魏布鲁诺哭吗 那拭目呢